大家好,欢迎来到阿世人事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款寸前罐 就是这一款 这个叫汉马寸前罐 寸前罐的样式是这个汉马式的造型 而且还有这个播放音乐 读文歌之类的功能 那么这个车能不能跑呢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打开 里面是三接电池 外加一个小旗子 大概就是这个样式 有点像这个 有点像鸡木一样 这上面好像还有一个指纹的 这个车 是可以跑的 这一张说明书 然后送到两张美钞 先整体外罐走一圈 这个造型非常像鸡木 这有四个灯 这边两个 下面两个 但是下面两个是这种假的 冷拍 是硬塑料的 是可以转的 然后窗户这里 是做死的 底部一个开关键 这边是放电池的 下锅的传动感之类的 这是做一个小吐启 后面是这个门 这个车灯 都是假的 密码按键 这边还有一个指纹键 出使密码为000 要触发指纹键开门 然后这边有一个纸币口 硬币口 输入三次 会自动报警 三接电池 打开 打开 响了 这有两个灯 看到没有 然后这是锦灯 这是一个 前前口 密码 打开一个指纹 出使密码为四个零 然后按下指纹键就开门了 123 请进行指纹确认 主人 门开了 可以提前了 我们先来试一下 这个投币功能 丢进去 你能不能够进行这个识别 或者是语音提示 请丢一块钱的 没有任何语音提示 没有提示 很尴尬 前面这个纸币口呢 硬币是投不进去的 先把它看一下这个纸币 有没有提示 就是110块和20的 先投一张20的 看一下 主人 你又存钱了 哦 主人 你又存钱了 纸币 这里面一个小果能 可以把这个纸币加住 但是它 没有提示多少钱 金额是识别不出来的 100的 来 主人 你又存钱了 主人 你又存钱了 我们再打开 1234 请进行指纹去 哦 主人 门开了 主人门开了 它这个提示 密码如果连续输错三次 它就会警报 进行响 门按11 看一下1234 密码错误 密码 234 它就发出警报声 再试一下它这个 哪个模式 触发信号 按1 2 3 切换到故事学套模式 然后按一下1 龟兔赛跑 乌龟和兔子比赛 2 乌鸦喝水 然后动物乐园 小猫 小狗 小羊 挨搁天地 故冬夜气大 应与起忙 光门状态下 连续按2秒 这个警号键 前面这个车灯 就亮起来 它是这个夜叉灯 0 7 9 8 8 9 6 9